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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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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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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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起來它的反應比我慢一點點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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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要是這個 主要還是這個四礦口吧 四礦口不管你往上往下 都要拿開 我覺得最主要的是 現在蟲族打神竹 很關鍵一點就是早期 蟲族偵察好不好偵察 就是你王蟲有沒有辦法擺在門口的那個高地上面 就是還有能不能很簡單的看到神竹三四七 跟神竹前面兩隻出的兵 這些都是相當的關鍵 只要你能一開始很好的偵察到神竹的開局 鏡頭上對蟲族來講都是偏好打的 因為其實像這一季其他的地圖的 惡況的高地幾乎都是在比較偏 就是你要再往左邊再偏過去一點 就是你沒辦法看到完整的門口的情況 就我們王蟲的偵察相對來講比較困難 但是沒關係 現在我們經過了上色的改動 我們王蟲體數7575變便宜了 大可直接去開三角 看來他覺得沒差 正常來說啦 應該是 會遲的開 開這個三角其實在中期如果被投白球 其實會有點麻煩 那你開這邊你一定要嘛就是 你覺得 實力 實力比對手強太多了無所謂 要不然就是你就覺得 我今天真的不想被干擾到這個三角的時間 因為正常來說如果被擋 充足大不了就是 我就再多按一隻公兵 然後暗王蟲 然後就晚一點去開那個三角這樣子而已 大可單純對不對 就是覺得 無所謂 無所謂 我開這邊無所謂 反正你也鬧不到我 對 大可就比較沒差 好 這個歷史戰績是4比3 比想像中的好很多 4比想像中的好很多 我一直以為是什麼 4比0 4比1之類的 應該是感覺應該是到一個蠻大的落差的 對 因為 以他們兩個 應該說以他們兩個實力來看 感覺大可應該是還要在更高一階 對對對 好 好 易化蟲進去做一個偵查 看到你第一隻做鳳凰 這要看Showtime選擇什麼樣的後事喔 因為其實現在的 這星際之門的開局 已經沒有什麼太大的變化了 你投牌球 弄不到重組 然後重組 八十龍跟你打 對 然後你 三仙之 三仙之這張圖其實老實說也沒有 太好的發揮喔 然後現在 如果兩VS又怕遇到蟲洞 對 兩VS又直接蟲洞 直接下去 對 所以 現在其實神族在這個VS開 有啦 前陣子多了一個 直接補VR 對 對啊 對 就是VR四兵營三開 都有 看一下這一場修 他後面要怎麼選擇 先補兵營 我是覺得他應該要打兩兵營 VR去三開 然後直接接 VCPF 就是目光運會加野獵場的一個打法 比較偏偷 這也比較符合他的個性喔 就是運營型的開局 反正 德國神盾嘛 先龜起來 龜起來 然後 但是我記得印象中啦 之前 Showtime比賽他龜起來之後 其實有一個問題 是他四礦 四礦開起來的速度 其實都是偏慢的 所以 常常會遇到比如說 他想要去開四礦 但是重組其實已經憋到超過180 這邊先是切了一個角度 直接切進來 漂亮 剛剛那個包子塔 再往下面 完全看不到 我以為那邊是沒包子塔 對 我剛剛以為那邊是沒包子塔 Duck這個 這個 二氣開了其實算早 這也是Duck一個 他的氣體的那個掌握 其實都跟一般的重組不太一樣 其實他的理解不太一樣 卡這個位置有點煩阿 殺了五隻 其實還可以喔 我覺得以 以神作的角度來講 我覺得 剛剛那兩隻叫做殺了五隻 還可以接受 他們是不是 通常是會有受傷顯示的 剛剛那個先知被戳了這麼多下 應該是很 應該是蠻慘的吧 三開了 Showtime這邊好像是 三先知要補到四個病吧 VR四病 然後三開 這邊要 那個BF跟VC都下去了 好 大哥在爆狗囉 這個一攻 這也是Duck 很 很喜歡的一個打法 就是一攻 一攻 一攻好以後先變一波毒爆來 來給神祖的壓制 你看 現在神祖說 喔 你有二本 你還放在那邊這場 那 有沒有他就不會想到 這時候 一攻好毒爆要來壓制了 因為正常來說 這個情況下你都會覺得 神祖應該是走一個 防守型的 等一下 要防你等一下第一波推出來 可能是 來了 這邊毒爆 來了 少衛 少衛其實有點 有點危險 被包住了 而且不朽迷路了 但立場放的還可以 嗎 全部關在裡面全部不見了 把少衛跟一號場全部關在裡面 但這一波算是守住了 基本上就是死了那些哨兵 那就變成 等一下 修炭如果想推出門 就沒有那麼好 修炭出不了門了 好那這邊 大哥後面狗 還在繼續爆 但是 開始刷農了 開始刷農了 我覺得 運營上的角度來說 我覺得大哥是 偏虧的 老實說 而且修炭這裡是 三框一好 他就馬上毒 還要包嗎 這有點過分 人家有先知 在頭上的啊 因為其實這一波換下來 那個 修炭這邊的農民 他是直接三框滿營運的 所以基本上 以這個情況下來說 充足理論上應該是蠻虧的 對 雖然說換到你一點哨兵 但是 經濟上 充足現在是 稍微有點弱 他現在開始在 補公兵了 你覺得 過分一點的神族 現在直接去把 實況拍下去 也可以 但我覺得現在開 四框我覺得 反而是給充足機會 我覺得啦 我覺得現在 我覺得神族最好的還是 這波要出門做一個壓制 嗯 主要還是因為他剛剛那個 哨兵 那個 站好 主要還是他剛剛哨兵 其實死的 有點多 所以變成說 他這一波 推出門其實是很危險的 因為 大可如果是 他後面狗是繼續接 因為 剛剛修炭是不知道 大可在家裡後續到底在幹嘛 所以他這邊如果狗 繼續接 你這一波推出門 立場不夠的情況下 是有機會 在中間直接被包掉 大可 攻兵又補回來了 75隻 加上12隻還是耐造 呵 這就是蟲組 沒有問題 沒有蟲組 功命不夠是不是 一波卵 就按 就按回來了 我覺得 這三隻先知 感覺可以戳更多東西啊 他主看到沒後蟲 所以就主要是 就算有一隻後蟲 其實理論上 重動 重動下去了 可以 重動 所以就是要 強行跟你打 提節奏了嘛 蟲狗狗毒爆 然後一直跟你打交換 提節奏了 感覺現在 秀炭還有個問題 是他 他的閃電是不是 沒有提啊 現在 現在的神主主要的打法 都不會以一個速閃電為主 不過其實他 還是把白球的量先續起來 他這個四況其實頂出來 我覺得閃電 因為你看他現在瓦斯 也爆出來了 所以我覺得其實可以 可以稍微壓一下 這邊 大可先利用一化蟲 去把精致力場騙掉 而且重動已經好囉 重動看 看他是要怎麼用 好 主動開了一個洞 馬上休態有反應 直接刷了三隻狂戰士 感覺 很難 很難進攻啊 而且這邊三礦 三礦直接走上 三礦的防守其實不太夠喔 不太夠喔 白球先被爆掉 白球先被爆掉 再一顆 有沒有辦法再爆一顆 好把 光暴砸不掉 後面的毒爆來了 這時候 應該是主礦或是惡礦 再去開一個重洞 然後繼續 正面繼續給壓力 因為大可其實家裡 是在跳三本跟跳大龍 要硬滾嗎 要硬滾嗎 不太好吧 這邊立場革得很好喔 而且對面有三隻 牽絲在頭上 可以硬撞你的結尾獸啊 欸 真的硬滾了 硬滾了 毒爆 有點兇 有點兇 有點鬆啊 大可這一波 這個毒爆 基本上連白球都沒撞掉 而且結尾獸 全部送光了 那這一波 那接下來如果 大可這邊 真的想要 跳大龍 那中間這個過渡期的壓力 就會非常大 嗯 等一下 修探在這邊 二攻 他二攻的進度 現在是快好了 看起來是快好的 有段距離 所以如果這個二攻 欸 這個二攻怎麼消失了 他是好了還是消失了 好了好了 Complete 那如果這個二攻好了 那修探在這邊 再刷一輪兵 再去進攻的話 感覺這波 大可這邊壓力會蠻大的 這邊是有看到 大可溜了四隻一化蟲 去變毒爆蟲 這一個直面下 大可就 有點難打了 其實感覺剛剛大可不太應該 因為他家裡 畢竟是在偷科技的 對他其實在跳大龍 我覺得他不應該 就是這麼輕易的 欸 這邊 喔唷唷唷 還好還好 這邊大可稍微拉一下陣型 但是他這個正面 沒有機會的時候 等一下立場一格 不過白球這麼多點在前面 其實也不太需要立場 也沒立場 好 空島毒爆 這是二空島毒爆 一下可以炸很多農民的 沒有 下來 喔拉走 有反應 可以 三隻去卡住 但是這個正面進攻 正面要進攻了嗎 這其實是一波timing喔 要不要開重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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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拖時間讓你刷一波兵在家裡 我覺得大可這個重洞其實 嘖 用的有點沒有那麼好啊 因為這個時候 從理論上 因為你現在目標還是要拖時間 對他就是要拖時間 所以 好這邊 喔這波還可以 喔喔喔喔 一化蟲 欸一化蟲迷路 利用這個狂戰 現在理論上 大可這邊應該是要拖時間 然後讓你想辦法回去 大龍可能出不來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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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正面很兇 五化已經出來了 但是大龍塔還沒變好 白球好多啊 白球很多 頂往前頂 一化蟲蟲後面包了上來 大可 大可後面五隻牛的發呆 欸 白球包光了 太神奇了 但是大可家裡 蛇三十隻攻兵啊 這一波換掉 不過這一波換掉喔 這邊還是會有個問題是 等一下 如果大可拼命 就是把這些器 全部變成大龍 去推正面那一波 到底shortime這裡 什麼時候已經 我覺得 重點是 大可已經沒經濟了 大可死了 38隻狂兵 還在死啊 死太多狂兵了 他現在連 變大龍的錢 都沒有好嗎 這邊 正面 哇 這白球好多啊 OMG 難道要出現那個劇本了嗎 哈哈 很大的 說好的 而且三隻先知 居然從頭到尾都 到現在才死掉 哇這六顆白球 這六顆白球 大可 還在往前頂 後面狂然是在接上來 大可經濟更不太上了 後面變了四隻大龍 但是正面已經 要扛不住了 這邊恭喜shortime 拿下第一分 很大的 我們說好的大可在這一組 韓國第一 韓國第一 非常具有載智力 哈哈 非常具有載智力 第一場就葛屁了 不過 這一場最大的問題 還是大可去選擇 中期送了那波兵 我覺得 我覺得蠻不理智的 對蠻不理智的 因為正常來說 蟲族那個時間的觀點 應該是我家裡在跳大 然後如果 他就是 基本上就是一直用監察王蟲去偵查 今天你到底有沒有 再繼續往後面的科技去跳 那如果沒有的話 你因為剛剛其實 有在開蟲這種 代表你有監察王蟲 那代表你繞一輪 然後看到發現 他還在出不朽跟白球的時候 其實這時候我覺得 你就是等他 要嘛就等他出來自殺 你可以去給他壓力 但是你絕對不會是 主動去滾他的那一邊 對 你就是等他出來之後 然後再滾他 你就是擴張嘛 你就是繼續擴張 然後讓他出來 讓他出來 你再看他打就好了 你多了錢 反正你就先把礦拍一拍 反正我先多拍 你等一下A出來 我掉個一兩個礦 我還能接受 但是我大龍出來了 那在這個情況下 我覺得 你大龍出來之後 接下來要急的 反而是Shortime這邊 因為他沒有閃錘 然後他的邊線 也還沒開始提 那在這個情況下 中間就會 反而是Dark這邊 會有一個進攻的timing 那你正面A過去的同時 再配合你自己家裡的那個衝動 其實這時候Shortime 應該理論上 這個時候是很難去分兵做防守的 主要是我覺得這一場 Dark 就是 撇開中期那一波 我覺得他衝動也沒有用得很好 對 他這個衝動不如就不要用了 把氣省下來 真的 他這個衝動就是150 然後開一個洞 對開一個洞 所以總共花了270 然後那個衝動就在那邊發呆 因為 這場來說像剛剛那個 Shortime那邊推出來 理論上 衝動主要做的事就是 反正我一直進去 我就一直點衝動 把兵送到你家 給你壓力讓你出不了門 然後就是一直點嘛 反正我一次50而已 我就用50去拖你時間 我覺得不虧 而且他只要一直開 Shortime也不可能 讓我那麼多狂戰士去你家 對 他一定是外面那些 第一波刷款式一定是 先刷家裡去守那個衝動 好這邊來到第二場比賽 第二張地圖來到的是雷鳥 地圖右下角紅色的 蟲族是Dark 地圖左上角藍色的 神族是Shortime 這邊Shortime 1-0的影仙喔 Dark要給Shortime一點尊重阿 我是真的覺得那一波 滾得太過分了 而且 重點是 Shortime頭上有三隻先知 對阿 他完全不理好那三隻先知 那三隻先知 戳狗毒爆跟結尾獸 其實是蠻快的 對阿 所以我就覺得剛剛那邊 如果啦 正常來說 我覺得如果Dark 今天遇到是一個 跟他實力差不多的神族 他應該不太敢這樣滾 他一定是 就 如果是以剛剛那個情況 就是分幾顆 我覺得最好就是 你壓過去可以 但是你不要硬滾 你就分幾顆毒爆往框去滾 對 你往框去滾 有滾到農民 就賺 沒滾到我覺得 他反正就幾顆毒爆而已 就拖一下時間 哇 好多小朋友阿 七家代券 你生五個是不是 這麼厲害 不好說人家外國的那個 生育率比較高不是嗎 他們不是通常一家的人口都蠻多的嗎 是這樣沒錯 喔 Dark又直接去開另外一個三框 看來他是完全不想要自己的這個三基地的進度被 被拖延到 因為其實 今年的VBP來說 因為去年阿幾乎都是速三開 對 然後今年其實有一些人是選擇先開二框 這就很奇怪你知道 去年韓國蟲族都是裸雙兩女王的開局 嗯 然後去年那時候所有的歐美蟲族都是打 蘇珊 單女王三開 對 那今年就反過來了 所有的韓國蟲族都在打單女王三開 但是歐美的蟲族都在打 裸雙兩女王 不過 以現在這個 王蟲提速 變成 75的情況下 你覺得 哪一個 如果你開局是要走這個王蟲提速的開局 肯定還是 我覺得跟你講 你能這樣散開 直接這樣散開 絕對是最專的 絕對是最專的 這個 到中期的那個兵量 我跟你講那個卵 差很多 舒服是不是 舒服 我只能跟你講 舒服 好 這邊修台 家裡又放下了VS 嗯 而且 第二隻做的是追獵者 跟第一把 稍微有點不一樣 不過也是因為這張地圖 這張地圖 你王蟲放的地方是沒辦法看到 欸 走進去了 而且 這樣子的毒口 膽子非常大啊 這種毒口 遇到一波 基本上是直接下去的 超級難熟 而且 你的科技建築物 還是放假裡 好 來來來這邊 看一下 不過這一場 現在大殼的判斷 他還沒辦法 如果是你 就是以剛剛看到的 那一條狗進去看到這個情況 你會不會猜他是VC 呃 沒有 這主要還是什麼 你知道嗎 他要長兩隻先知 因為其實基本上這OB 沒有一個我們都看到的 全部東西 就是 基本上重組再打神組 前面主要的兩點就是 看那個 那個 的 Y 就機械控制核心 什麼時候開始轉的 對 這個很重要 就是你能不能判斷是VS開 這是一個相當重要的一個關鍵 不過假設 他的VC開 因為現在其實空門 還好 就是如果你VC開 演的跟VS開一樣 其實那個空門時間是不太會 應該是理論上不太會影響到 沒有沒有 會 還是會 稍微會 你還是要先提空門 好 這邊兩隻 你看 也是沒騙到的 基本上你要打這種長兩先知的開局 最好的情況下還是 你直接不偵查 先氣框 那個才是最好騙的 通常你這種 你就算先提空門騙 騙到重組 但是你來的timing就是那樣 重組只要一覺得 不對阿 你怎麼東西都還沒來 重組大部分還是會先下這個包子八型 好 這邊先來 Duck 看到Duck家裡又是兩個瓦斯在踩 嗯 那其實Duck比較慣用的 兩氣的一個打法 但是 以這張地圖來說 這張地圖就不太可能出現像 剛剛的那個東西 因為畢竟 一個點是Shortime直接把 建築拳坐在這個斜坡口 所以Duck不太可能直接在爆狗去打一波 然後再加上這個三框又在裡面 不是阿 Shortime這就很過分阿 看我們Duck沒有你知道嗎 這個重動下去就結束了好嗎 他這個開局 真的 跟你講 但是 主要還是看 Shortime吧 他可能還是想要打的 拼一點 因為其實他上一把打的也是偏偷 所以他這幾場看起來如果 他能夠繼續偷下去 然後Duck沒有選擇 感覺 感覺要重動擺身了嗎 這張圖的重動擺身是相對好發揮的一張圖 主要是他的二三框外面都有一個 天然屏障 對都有一個天然屏障 可以用阿 所以這張圖重動擺身真的強 讓你下不來 這邊Shortime可能還是會中期假裝做一個壓制 Duck農民也補齊了 看他後面是要下感染蟲巢還是飛龍塔 還在爆喔 主要是Shortime這波出門其實也沒有真的要打你 他只是要壓制而已 給你一點壓力 然後 你這邊看起來Duck是爆了 他爆的東西有點多耶 還可以阿 哇 三隻先再來戳 recall 會不會回去 我點掉一隻哨兵 抽到一隻先吃還可以 感染蟲巢 對 應該是要打重動擺身的 那你覺得現在 以神族來說 應對 在這張地圖 應對重動擺身 最好的方法 跟你講 他現在如果知道重動擺身 他現在要按一隻虛空 然後開始把兵都散出去 就是把他 會飛的東西都散出去 這時候 先知嘛 先知 走下面一個點 然後上面這邊 讓那個靈靜 靈靜跟兩隻不朽 靈靜或兩個白球 去那邊限制這個重動 重動的開啟 反正目標 就是最好的方法 還是讓你重動不要開啟 對 那如果這樣 應該說 如果是 白身那個 蟲已經放出來 這時候 應該要提閃電嗎 先不要提 你要先不要提 你要先把 要提 但是你要先把你的 對 現在這樣做就對了 先把電池都放一放 然後 這邊 有看到洞 但是因為他剛限制開過能量了 去戳那個司機地 他現在限制能量其實不太夠喔 這邊 戳不戳得掉 戳掉了 沒關係 我還有第二個洞啊 下面 沒戳掉了 沒戳掉了 還有一滴血 哇 天哪 他錯掉了 這故意的吧 回不回得去啊 回得去 因為神主的兵是不敢出來的 好這邊 先來看小松子怎麼放 下來 正面 正面 這狗是不是可以 喔 公兵全部死光了 一個礦的公兵全部死了 而且狗進入主礦 然後正面 正面 火雜 哇 我覺得結束了 這一波應該是崩了 這一波直接崩 正常來說 剛剛那個情況應該是三礦 他如果這樣飄你三礦 我們應該會先拉著的話 這邊再放 再放 而且 而且我要是Duck的話 這 城東應該直接點在主礦啦 因為很明顯 修炭在這邊的 現在的兵是沒辦法 多限分的喔 好 這邊 下來 而且三GD 三GD小松子又要放了 正面持續給修炭壓力 而且正面的東西要被砸光了 來了 哇 他怎麼還有這麼多空兵在這裡 好 三GD 掉了 正面 正面又來 把這個電池砸了 把電池砸了 家裡 家裡 大龍 大龍要準備變了嗎 三本 三本正在提 飛龍塔也嚇了 而且還嚇了刺者獸穴 對 你看 這就是 你知道 我覺得修炭這場 的敗筆就是什麼 你知道嗎 他把他三四仙子的能量 拿去戳那個士氣地 正常來說 這張地圖 大部分的重組 都會選擇 走這個擺身 對 你如果先知 應該說他還多送了一隻先知 對 他還多送了一隻先知 所以你如果先知有保守 就是剛剛第一個洞 絕對開不出來 對 開不起來 這邊 直接打正面了 修炭看起來 還扛不太住了 這邊火在閘 其實這邊 Lock也不用擠 反正你 真的頂出來 我頂不住 我就全部進蟲洞 等一下再找另外一個地方 擺身再出來 修炭頂了出來 這有點 感覺就是最後拚一槍的感覺 而且現在修炭有點慢性死亡 他三機地剛掉 而且又死了十幾隻公兵 擺身從每一次放 都可以做到很多交換 然後這邊 修炭直接打出了GG 恭喜Dark 打下這一分 1比1拚手 這場最主要還是 那個蟲洞 真的太具具性了 一滴血 一滴血 剛剛那個蟲洞 如果那個先知能量 多 多一點點 戳掉了 我覺得戳掉也無所謂 你知道為什麼嗎 他還是解決不了第二個洞 對 但是至少第一個 比較 應該說他那邊 第一時間的反應 跟 如果是第二個再來的反應 應該會不太一樣 所以我覺得 第一個洞還是有點 還是有點可惜 因為真的是 就是差先知一點的量 而且他 不知道為什麼三礦的工兵沒有蠟 對 對 這也是一個相當大的一個失誤 正常來說 如果蟲族看到你三礦這麼多電子 他可能不會選擇一秒你的祖寶 因為他覺得有可能沒有掉 所以他這時候可能就會飄到礦區 換土工兵 那你的工兵其實這時候拉走就沒事了 等於說那一波百生蟲 基本上賺不到東西 頂多讓你點個五隻吧 我猜農民應該差不多五隻左右 對 那在這個情況下 你五隻回去 然後你再準備手下一波 絕對不會是剛剛那個局面 而且 最主要還是那個正面 他正面的東西 第一時間 他也沒有塗好 然後讓Dark多繞了一波 一波狗進去 那個狗 那個進竹礦真的是 我覺得 我覺得是第二個讓他崩的關鍵 對 那個一進竹礦你所有的節奏都亂了 完全看得出來 修炭就是 他的兵在二礦跟三礦之間走來走去 然後一下要顧這邊百生 然後 然後又想到 哇 家裡怎麼還有一波狗還沒有解決掉 然後又要想 哇 下一波的百生 又要從哪邊出來 對 我覺得現在真的是這張圖 以ZVP來說 對神豬來說 最煩的一個地方 對 那這邊 兩邊贊成1比1平手 如果修炭 還要繼續打 這麼抽的開局 因為其實這兩場的開局基本上 要看地圖 下一張我看到是Disco Disco應該 算了算了 Disco Disco打這個開局好像也可以 也可以是不是 就是 感覺這麼 如果因為這兩場開局 那個shortime這邊 太像了 基本上是一模一樣的東西 所以如果Duck 有意識到他可能又要一樣的開局 看他會不會就直接從中了 而且這個 這一個開局其實已經 有一段時間了 我不相信Duck還沒有適應 對 Duck應該是有很多打法可以去應對這個開局 因為 Duck其實 我覺得他很好 一個地方 是他會針對每個戰術 然後可能去找一些可以破解的 就是去針對他的 比較像一波二的東西 而且Duck打的其實老師 老師說有點隨心所欲 對 你說這兩場看起來嗎 隨心所欲 第一 第一場 第一場 沒有其實今天的Duck我覺得 不太像 平常認識的Duck 對 他就是想存用基本功 然後直接去把你盲死 對 這種概念 以前的Duck是 一個不小心你就看到他一波已經在臉上 對 而且今天還沒看到Duck打中一波 有點意外 有點意外 不過其實我覺得Duck今天 也沒有特別必要去藏什麼東西 因為 畢竟你小組賽已經打到 打進去 就是小組賽打完 還要到下個禮拜 還有一個禮拜 而且後面遇到的神族機率偏小 對 所以 我們現在先大膽預測 神族在這邊 應該是 導光的機率應該是蠻高的 有機會 有機會 而且現在 韓國賽區 非韓賽區的神族 就NIP 還有Shortime Shortime Shortime看起來 還是要看他今天的表現 不過以 就是NIP跟Shortime 然後韓國之後 韓國是TRAP States 跟TRAP 然後還有Crasic 對 這三個嘛 那這三個 以TRAP最近的表現 我覺得偏危險 對 因為其實TRAP在輸掉GS了以後 老實說是有點 精神崩潰的 所以我是覺得 以 這些神族如果真的要出去往後打 我是覺得 真的要很真氣 這邊 來到第三 第三張地圖 是血戰Disco 這邊 地圖 左上角是藍色的神族 Shortime 先氣況喔 他偷了 地圖右下角是紅色的神族Dark 先氣況 那 兄弟這一把 先氣況就是 你知道先氣況要是完全不正常的話 他是可以 第一隻 做教室 然後提空門 彭時還可以下 競技之門 對 這種開局 就是會讓 重組有點 就是摸不著頭緒你的開局到底是什麼 這個 這個打法就是 最怕就是 遇到今天重組 12D 12D下去了 老實說 因為其實之前 看那個 那個叫什麼 TDRAGO 他是不是也是類似這種開局 然後沒偵察 對啊 然後被Sero 直接12D 送下去 而且今年還不只發生一次 他今年 被Sero 12D 被Rainer也12D 然後一直被繞狗 這種看起來 是不能把把用 那 還有一種 他要去解VS 這個野VS 這個野VS 看起來是 而且這個 這種 這種要野VS的話 就相對有點明顯 稍微有點明顯 最主要是 這一張地圖 不過還是要看這張地圖 因為他的 王蟲的那個 放的位置 有點尷尬 他王蟲只能王 而且他野了這個地方 好像跟家裡 是不是跟家裡 沒差多少啊 沒有啦 就家裡到三空的距離 跟這裡到楚空的距離 跟這裡到楚空的距離 我看是差不多啦 你看 他這樣子 就沒辦法第一時間提空門了 你懂嗎 他這樣子其實是 偏明顯的 這個野VS 因為通常 從族在知道 你沒正常的情況下 我王蟲到你家門口 奇怪 你怎麼還 你怎麼不是第一時間提空門 是一件非常奇怪的事情 因為 正常來說這種開局 你瓦斯前面一定是 你一定是先素瓦的 當然 他是素瓦 他瓦斯一定是爆出來的 他不可能 女王蟲到了 他還沒有開始提空門 這是一件不合理的事情 而且他加說兩隻教師 他就是 他加這隻教師 就是為了 不讓你 不讓你能溜 溜狗進到 進到我家 看我的開局 看大哥有沒有感覺 但大哥其實你看 他女王是沒有停的 他主抗的女王 是完全沒有停的 所以等一下 就算我沒有爆塔 可是我主抗等一下兩隻女王 那也是 很好防守 基本上就是 遇到兩隻女王 進去頂多戳個一隻吧 硬戳一隻 我覺得也不賺 因為 但是 女王 走掉了 媽 他的後蟲 大哥的後蟲去哪裡了 完蛋 這是一個尋爆遊戲 好 吹了半天 吹了半天 結果還是只有一隻 吹了半天 點起來 欸 食物 他的先知 卡蛋欸 四隻還是可以接受的 可是感覺剛剛如果 沒有卡那一下 應該可以再多一隻 沒關係 大哥這邊 一直在農民 哇 殺這四隻 還是有影響到 蟲桌這個日銘的節奏 不過這一次 切這個角度進來 是有先被王蟲看到 所以這邊後蟲第一時間 都有拉頂 出過那個殘血的啊 喔 這邊包裝也還沒好 喔 再兩隻 喔 那 其實我覺得是有影響到 Dag的 那個節奏的 這邊一化蟲要去 找 找這個飛機場 他一樣做到三隻先知喔 但是第三隻先知出得來嗎 這個 這個除非他 應該好像是出得來吧 欸 等一下好像不好說 出不來喔 出不來出不來出不來 這個要出來 除非他剛剛那兩隻先知 會來守這個東西 這邊 燈礦開起來 這邊有個很大的問題 是你少了這個飛機場 你中期 要怎麼面對這個飛龍 現在 現在反而Dag就知道 你這個 這一個飛機場在外面 對 你少了一個飛機場 如果等一下 我這邊蟑螂打一打 然後轉一波 飛躺出來 你根本就是 你家裡一定沒辦法引起 現在在戳 暴了一台 這先知千萬不能爆的 這先知其實 你如果沒爆 你進來 就算這一波只給你戳兩隻 你回去把護盾毀毀 你一定進來 一定又是兩隻 對 所以我是覺得這東西 真的是沒必要為了 你一時間 多一隻或兩隻 去鬆一台 這真的是超綠虧 這邊施狂 沒有台下嗎 影響一下也爽 他要去偵查 他現在很怕對方跳飛龍 你知道嗎 很怕阿 說不知大可二本都還沒好 但我覺得大可等一下 應該是要直接跳飛龍了吧 這個局面下 你飛躺跳出來 然後看你家裡 要怎麼轉 就再轉回去 張張狗毒爆 然後你覺得 他如果不出門 你大不了 就跳大龍吧 三本跳下去 然後跳大龍 好 螺旋塔下去了 好 然後Shotime這邊還是一樣 三開的同時 四肢稍微太不朽 出門做一波 做一波壓制 基本上 這開局 都還是長得一模一樣 看到飛龍塔了 看到看到 現在看 Shotime 這個也沒辦法壓 他這一波正面 就是過來給你壓力而已 他真的要打死 打死拉克有點困難 搞不好可以把4GD壓掉嗎 等一下 他不敢壓 他不敢壓 他只是走出來騙騙你而已 比你暗一點兵 比你過度防守 好 我跟你講 現在Shotime很尷尬 我看到飛龍塔 怎麼又看到橄欖重招 而且最主要是 他這個正面 又打不進去 看起來又打不進去 因為他的兵營 好 要轉重頭擺身了 可以 我欣賞大克 然後這螺旋塔也不用炸 還在做偵察 我覺得 Shotime這個偵察的細節很好 基本上 而且這邊 他過來看 還可以確認一下 你螺旋塔到底有沒有炸掉 其實不用炸啊 反正就 這個蓋好 這幾隻擺身出來之後 三本直接按下去 這邊其實要 關 他有沒有看到這個 啊 他是不是沒看到這個 這個成洞 那這樣子等一下 可能要被這成洞擺身打傷囉 還在看 還在看 16隻擺身已經按下去了 哇 可是他感覺還沒有想到 是重動擺身啊 他還在補光炮 補光炮是沒有用的喔 這邊 他這邊補這個光炮 完全就是為了要防飛躺 結果 喔看到了 看到了 總算看到了 看到了又怎麼樣呢 等一下 嘉義剛剛在 在按鳳凰啊 他完全就是在守這個飛躺 結果現在人家出來的是 重動擺身 哇擺身衝 16隻 這16隻擺身啊 直接放 直接放 秒這個三狂 我看有沒有反應 但兵都在這邊應該還行 但兵都在這邊應該還行 還行嗎 還行嗎 唉唷 好像不一定扛得住喔 直接秒GD嗎 秒GD 有沒有機會 他沒有秒GD 他把光炮點了 而且換了不少狂戰士 一化蟲他解決不完 那這一波 18隻空兵啊 這邊兵沒有送 然後等一下下面的擺身再繼續開 對 閃動又開 而且現在最主要還是Duck家裡三本 三本已經 快好了 快好了 等一下可以直接變大龍了 大龍一出來 你 秀炭這邊四況都開不出來 然後 你 飛機場的科技也沒辦法做 對啊 這邊再進攻一次就好啦 Go 來 這邊 再放一波 這一波 這一波 有白球 有白球 那這一波應該 防守 防守應該沒有太大困難 這邊要直接點兵嗎 好 一化蟲進去咬公兵 還可以 這波熟了還可以 但是公兵死了一點多 其之 再拉走 兵再拉走 好下面下面要放了 我真的覺得Duck可以嘗試變金桃龍 進這個 神作主控 然後直接 那直接開 開家裡就好了 然後白身家裡爬出來 直接把建築物秒光 出來出來 要出來嗎 這邊再利用不朽來清這個蟲洞 這邊再利用不朽來清這個蟲洞 清太完啦 好 又出來了 放 進主礦 欸 欸 太有空 進主礦 主礦的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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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太夠 秒那個主寶嗎 放下來 哇 有什麼秒什麼 主寶直接掉了 秒掉秒掉 噴他 然後再秒那個水晶 欸 這邊送白球 這邊送白球 哇 直接擠上去了 完蛋 這邊 出現一個很嚴重的失誤喔 哇 白球都掉光了 那你等一下怎麼清這個小童子 這邊 恭喜Duck拿下第二分喔 這邊 這邊就很明顯的可以看到 石修太在中期的這個節奏上 是跟不太相搭在這邊 對 而且 最主要還是剛剛那個 三礦外面那邊啊 那一波被白球被爆掉 對 因為你正常來說 如果有白球加電池的情況下 你的百生蟲的小蟲 理論上應該是可以輕得滿快的 但是你白球一旦掉光 你接下來剩下這些不朽跟狂 其實這些小蟲是不太怕你的 他甚至可以直接硬飄你的臉 然後直接把那些部隊爆掉了 對吧 所以我是覺得 剛剛很明顯的 石修太在後期的節奏 跟不上Duck的情況下 應該 他可能要選擇一些 比較激進一點的打法 因為這三場的開局 看起來幾乎是一模一樣 老實說我覺得石修太有點在長 有一點點長的感覺 你不可能三把連續上來都是 三先知 二兵營 VR 四兵營 三開 我都背下來啦 哈哈哈哈 真的是 基本上是一模一樣的開局 對 那我們這邊休息一下 精彩比賽馬上回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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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第一場的比賽 現在目前Duck是2比1 2比1領先 你剛剛說到 Showtime感覺是三場的流程 目前就是一模一樣的東西 你怎麼可能在打Duck這種級別身上 你全部用一樣的招式 確實是蠻不合理的 因為正常來說 就算你 應該說一個Bow 5的比賽裡面 你可能會做一些很類似的事情 但是中間應該會有一些 第三場其實有點不一樣 就是他是野VS 可是野在那個位置其實也差不多 但是確實是有讓他去騷擾到大蛇 我就騷擾到一點 但是我覺得其實老實說不夠多 因為你要承擔的風險是 你中後期是沒有VS線的 因為你那VS 中間一定會被硬化蟲打掉 所以你要騷擾到的東西 一定是要更多的 你不能只四隻太少 而且他還死的也是先知 好 這邊進到第四場的比賽 這邊是地圖來到海神信使 地圖左上角紅色的重組是Dark Dragon Phoenix Gaming Dark 有看到主堡剛剛旁邊的特效嗎 你說那個獎盃的嗎 還是什麼的 沒有 你看搞不好他這個神族主堡也會有 好 地圖右下角是藍色的神族 Showtime 有沒有看到了嗎 好像很帥 我們是要跟艾莉說我們應該做個這個東西 我跟你講搞不好前面三場子也是在摸 摸戒指 摸戒指 在場 對他殺的招是第四第五吧 還是他準備留到打樹 可是也不見得 我覺得老實說啦 打這種比賽對不對 先贏是比較好的 因為畢竟你贏的壓力還是小一點 而且你先贏機會會比較多 這邊 Dark這邊還是正常的裸霜喔 我是真的覺得 Showtime如果還是 還是仔細用一樣的開局 Dark應該 我真的覺得他應該會受不了 對而且這個開局 彈服天地 每個人都在用 那Dark這種級別的拳手 你覺得他有可能 不會打這種打法嗎 不會嗎 絕對不可能 而且還有一個問題 Showtime其實 他這個打法對不對 其實特別怕叢動擺身 對 特別怕 然後他 嘖 該怎麼講 我覺得他在應對叢動擺身這個打法上 好像還沒有一個 特別好的想法 因為其實現在這個打法 我目前遇到韓夫勒神諸 他們只要 一確認到也是叢動擺身的開局 他們限制能量是 全部保留者 然後他們會額外出一隻虛空 對 他們會確保每個地方 就是離你礦去近的 像剛剛 主礦下面那邊 還有三礦 側邊那邊 還有你二礦正面的那個角度 這三個其實是叢動 最常出現的地方 對 他們會把一個 就失控留在一個地方 然後三隻先知留在一個地方 然後剩下的兵守一個地方 對 但是你看 修太在確認到對方是叢動擺身的情況下 他一樣守不住 最主要還是他的應對 就是他的一方面是一開始先知 他很容易在一開始就送先知 對 像剛剛那一場是兩隻送一隻 對 然後在上一場是三隻送一隻 對 所以在這個情況下 你如果先知都是有保存出的 第一個 就是前面至少第一第二個叢動 理論上 你是有偵察到的情況下 很難開起來 很難開起來 後面的不好說 因為後面他可能還會再搭配正面的進攻 去分散你的主意 對 但是至少你前面的節奏 你先穩住 到後面你拖出你足夠的東西之後 你後面防守起來 就沒有這麼困難 因為重動擺身這個打法 主要還是重組在 因為如果你擺身一出多了 比如說出到16隻 出了這麼多隻的情況下 只要神族 把部隊憋到可能 一百六 一百五 一百六 一百七 可能二攻 大量不朽加白球 其實重組的正面是打不過你的 但 重點是你要憋得到 那個時候 通常大患重組會在那之前 就把你打傷 就把你打傷 對 不過以前 因為現在這個打法的關係 因為以前 如果是走正常 投白球那個開局 那在遇到擺身的時候 我記得會有一個 就是 會有一個很尷尬的時間 是你有可能 你要擺身出來的時候 要開始重組別人 然後他已經 退出門 對 以前大家都走 投白球開最常 遇到的一個情況 可是現在 那個打法 我就算按了白真衝 我也守得住 你也守得住是不是 這是我 我後來 在軍隊宿舍發現的這件事情 Triple跟我講了這件事情 然後我看弱格 就 的確守得住 所以 大家不要再投白球了 相信我 這個打法不可靠 不可靠是不是 看起來現在投白球 不過也確實啊 因為畢竟投白球這個開局 已經打 打太久了 打太久了 重組已經太習慣了 就是那個時間點 那個時間點進來 然後大家都是先投到底 農民先按到滿之後 你白球再進來 然後 又因為你就走那幾顆白球 所以其實重組抱一輪蟑螂之後 再全部按農民 其實那個節奏 重組已經非常習慣 所以等於說 你神族 在早期 你沒辦法燒到重組 然後你的經濟 又沒有比他好 那這個情況下 就很難打 修太太又用了一樣的開局了 三先知 VR 四拼銀 三開 然後等一下假裝走出去 VCPF 夢幻又也有點藏 活都會背了 真的 而且這張圖 這個三框的口 又是很寬廣的口 而且大可要先爆一波狗狗狗 毒爆來做壓制 這個我覺得就要看那個 修太太這邊的先知 到底有沒有辦法 偵查到這件事情 他還在藏先知喔 他還在藏 他還在藏 這種先知 三先知的打法也有一種 就是像他修太太現在這樣 就是 他先知不會一直出去 他存到三隻 再一次出來 就是抓你一個 哇他存了四隻欸 抱歉抱歉 大家 我背錯了 我背錯了 少一隻 因為他好像沒出鳳王吧 對 但是正面 哇 先知出門的同時 正面要直接硬撞 嗯 好 但是這個不見得撞 因為畢竟這邊少兵很多 三框 看了你少兵在這邊 那我去撞三框啊 三框開不起來 那後面就隨便我打了嘛 對不對 好這邊 往三框走 喔他有鳳王 四隻限制帶一隻鳳王 那直接切 欸但是 三框 這邊 三框守不住 喔 但這邊沒有包子爬星蟲 女王不太夠 再點再點 還可以喔還可以 我覺得戳得還行 但是 修旦的三框也要被迫取消了 看能不能抽光兵 能不能抽光兵 看能抽幾隻 四隻 五隻 五隻 五隻感覺不夠 我覺得不夠 還可以再戳還可以再戳 啊沒能量了 六隻 其實六隻是不太夠 因為他這邊就只殺了那些 喔喔喔在這邊 反應很快 在炸 這邊有個問題 這邊有個問題 大可好像還沒放在那盤子場 喔 那這樣這個正面推出來 喔這個正面推出來 可能大可擋不太出 因為 修旦已經補到八兵營了 他直接打一波了 欸欸欸欸欸欸欸 他剛A了一下自己的兵營 你有看到嗎 那個兵營上面是 少了四個護盾 沒有 一定是有什麼誤會 難道那個兵營也是內奸 喔放了刺者壽屑 喔 只下只下放在那盤子場 他 他不一定扛得住這一波 你覺得這邊 到底是下張槽比較好 還是提王蟲提速比較好 是怎麼看 我正想問你這個問題 是我的話 感覺可以提王蟲提速 你知道嗎 然後就用炸的啊 反正 用鋁王 用鋁王 狗毒爆嘛 對啊 因為你現在放 他戰狼王蟲太慢了 他這樣來不及變結尾獸啊 這波要擋住就是你要大量的結尾獸 好這邊 正面 持續給壓力 先知先知 先知讓開了位置 先知 正面來了 正面來了 這個哨兵 這個哨兵其實蠻多的 如果這樣 立場 立場 切 切 切 先騙你一波立場 大可這波不一定扛得住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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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他後面這邊要包 要包 休坦有發現喔 這邊打得很小心 打得還行 毒爆 哇 這波不一定扛得住 他戰狼就算出來了 他也沒有九尾獸可以破這個立場 他要騙立場 他要騙立場 這邊一定要騙立場 這邊如果壓到臉上再打 已經來不及了 而且 這邊休坦很聰明喔 他先知第一時間先往後擺喔 這邊先確認你後面狗 到底什麼時候要保障 再騙立場 再騙立場 這邊後面的兵 被吃光了 狗其實也死傷蠻嚴重的 這邊 這邊 破了 立場 大可操作很細膩啊 這邊壓力還是有點大的大可 這邊壓力還是有點大的大可 拉走拉走 沒關係 因為大可是有10CD的 這個礦是可以讓給他的 因為休乃家裡已經 已經是沒有經濟了 欸 但是他這邊兵其實有點分散開了喔 欸 這邊 前尾獸不能送 欸 他的兵分散開了 立場還有嗎 還有嗎 欸 好像 先知先知 過來幫忙搓 先知應該是沒能量了 沒能量了 他開不開 但是不要攻擊 不捨 不捨還站著啊 這兩隻不捨 啊 這邊很危險喔 這邊還要等後面的翼化蟲試上來喔 這一波 很難擋 但我覺得還是有點機會的 只要大可能把這個錢花光喔 這個正面 這個正面 他有力場 他有力場 先知有能量了 先知開始戳 脫 脫了個毒爆 脫 脫 脫結尾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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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可後面女王還正在慘 欸 這邊兵不能被革 好 來拼一下立場 再往後拉 好 女王拉出來 繼續做女王 大可軟有點接不上 他包了七百塊錢 兵再下來 我覺得大可好像有點扛不太住喔 這個正面的 主要是這正面追力有點多啊 大可爆了七百塊八百塊 融化不光 來這邊 再往前走 立場還有嗎 立場 好像有點 大可的冰桶接不太起來啊 爆了一千塊了大可 主要還是因為剛剛那個 剛剛那些後蟲全部拉出去啦 那些後蟲拉出去 對 所以第一時間都沒噴軟 家裡是完全沒有軟可以用喔 來這邊 哇 那這樣子其實秀他在這裡 我老實講 這裡他好像也不用 嘖 他這邊應該也不用急著 直接推上去啦 他可以繼續在這裡給你壓力 然後家裡去點三口 去上開 來 這邊 空的還可以喔 空的還可以 有沒有立場 他應該是有新刷一輪燒兵吧 隔一波兵嗎 隔一波嗎 隔一波 隔 好隔得還可以 四隻蟑螂直接被點完了 然後把後蟲抬起來 後面的限制直接硬戳 後面的限制直接硬戳 頂上去 喔 大可好像扛不住了喔 大可 拉出了弓兵 拉出了弓兵 哇大可 你看這一波看起來是涼涼了 好這邊恭喜 休泰拿下第二分喔 目前贊成2比2平手 你看緊張了 緊張了緊張了 強行BO1 不管看 休泰是摸了三把戒指 第四把直接變 四仙之加鳳凰 對 不過其實 那個四仙之 戳的東西 我覺得其實也沒有到 真的 非常的 主要還是把後蟲戳掉 對把後蟲戳掉 我覺得還蠻關鍵的 然後還是 我覺得算是有打run一下大可的節奏 那我覺得很關鍵的一點是 大可的章打翻場慢 對 我覺得應該就是因為四隻先知進去 對 跟他原本預期的不一樣 對對對 然後他原本應該是在 他可能二本一半 或是三分之一的時候 要下了一段的蟑螂槽 結果變成說 因為被這先知鬧到 然後他第一時間忘記去放這個東西 然後 然後 其實他本來想跳刺蛇的 對 他在看不對 好像不太對 他好像要打一波了 他才趕快把四合的射擊取消 然後放在蟑螂槍之上 不過感覺剛剛那個地方 確實我覺得 我覺得用空投毒爆 也是一種 也是一種解法啦 因為你剛剛那邊如果是 像剛剛那樣用狗跟毒爆在後面拖時間 然後等到自己往中提出好 然後用空投的方式去撞那一波 我覺得 剛剛 比較好的解法應該是像你說的就是 利用空投毒爆 然後我 剩下多餘的情況就是做後蟲 一直做後蟲 對 對 我覺得那樣也 我覺得那樣比較有機會啦 因為你畢竟 你讓神族這樣 因為剛剛其實在那邊多拖了很多波 讓神族多刷了 其實多刷了蠻多兵 雖然說 Dark的操作一直都很好 他幾乎都沒有被隔到兵 他利用少量的兵去 騙了很多發力場 對 好 這邊來到的是 寒冬之門 地圖右下角是紅色的蟲族Dark 地圖左上角是藍色的神族 SHOWTIME 以前戰成2比2平手 SHOWTIME 難道 SHOWTIME 小組第一競技 難道 Dark要直接 隔屁了嗎 呵呵呵 他如果這一場輸 然後 下去會遇到 就會遇到樹 然後被樹ZVZ賴走 對 這個好像是有機會發生的 怎麼歷年來了韓國冠軍 難道 都要命上小組賽嗎 光炮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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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光炮起來 我們看一下 我們來 那個 看一下SHOWTIME這個光炮是什麼等級的 剛剛NICE是 青銅 然後我們HAZ是 中師前三名 我們來看一下SHOWTIME這個光炮 等一下你給他 放完之後給他一個評分 呵呵 泡了泡了 泡了 有沒有感覺啊 這張圖是給三根水晶塔的 可以喔 這邊下來看 走 手中光炮就是 拉一隻弓兵下來就好了 你要逼他 逼他 就是蓋三根水晶塔 你不能讓他蓋得太輕鬆 喔 又拉了第二隻弓兵 那這有可能是VR喔 有可能是要放機械製造場的 但這張圖放機械製造場好嗎 這邊就來看看喔 哇 我跟你講這個光炮好對不對 絕對是 這個光炮 絕對沒有我們那個中師第一強 因為他這個我覺得水晶 他其實 右上角那根水晶 最後一顆應該是可以 我覺得是可以炸掉的 需要嗎 因為他這樣等於花力 他開礦嗎 開礦 這是認真的嗎 這樣子 有可能 有可能他應該開礦 但這投資太多了吧 那重圖 重圖如果看你開礦 其實他這邊 就補弓兵就好了 然後上面的第一次 他用第一次把你的光帽戳掉 你看這三個光帽其實 都是 這邊其實重圖就是 喔 如果你要開礦的話 那我就去 哇 看不到上面了 剛剛其實這裡 神族是要點一個水晶塔的 然後 這有點虧欸 他現在 那重圖 他看他開礦 那無所謂 那我就 現在開始補弓兵 補弓兵就好了 我根本 其實根本不虧 你看三個水晶塔 三個光炮 你還拉兩隻弓兵 我就掉了一個主堡 給你嘛 無所謂 我覺得 這個換法神族有點虧欸 其實這個換法 神族是偏虧的 雖然你讓重圖差兩個地勢 但我覺得 你看 總經濟 花的錢來講 差太多了喔 而且最主要是這兩根地勢等一下 在正面也是有用的東西 你這光炮是直接送掉的 好 再來開一個礦 嘿嘿嘿 嗨 點下去 開心 但是Dark是有提二本的喔 Dark其實是有提二本的喔 看一下他這個二本想要幹嘛吧 應該不可能 應該不可能重動吧 有可能 因為 理論上你二本不會這麼走 好 你看 修太看到二本按了一隻虛空 我是覺得 怎麼辦 Dark會不會把自己送死啊 我覺得有機會 他打一波了 這兩根地勢要配合 等一下正面那個重動的狀態 等一下他重動直接點臉上 不會吧 他要配合那兩根地勢 然後蟲胎這樣子過去是不是 對 太聰明了吧 但是這個正面真的打得下來嗎 這邊如果 修太知道你是從正面來 然後 我覺得Dark應該要把那個 他的3GD取消掉啊 然後多按一點後蟲 那還有點機會 欸欸欸 他現在 他現在開始塞電池這個正面 進得去嗎 現在 有點難度啊 如果正面電池光炮 他現在其實也不用造太多屏 就是電池光炮一直塞 對就是一直塞光炮 塞電池就好了 這塞下去你基本上 你正面不可能頂進去啊 好正面重洞開了下去 失控沒有看到 第刺第刺跑到哪裡了 第刺去哪裡 先知要去重組家 喔這個 喔主礦的王蟲被殺掉 來了 這樣就是這個正面了 就是這個正面 就是這個正面 聽到這個聲音 正面一直補 一直補電池就對了 電池電池 先知回家 先知回家 第刺已經爬過來了 但是 我覺得Duck這波 不一定打得下來啊 我怎麼覺得好像 看起來 手術了 而且 修太宜是有三個兵營的 慘人的欸 我覺得這個進不去欸 我看起來都像在自殺 我看起來都像在自殺 而且從他還沒過來 對 這個從第刺 第刺還拔不下去 欸啊 硬戳蟲 戳起來 喔進去 趕快再多一次再補 進去再回來再補 再進去再補 哈哈哈哈 好進去 欸掉一次限制 欸 這兩根 不過最主要還是這裡 電池很多啊 所以這個虛空可以 一直在上面點你的東西啊 Duck要不要運一點弓兵過來 蓋地刺啊 欸 主礦 主礦重重開囉 主礦 喔 沒反應 修太沒反應 全部進去 然後直接從主礦蹦出來 主礦 主礦出來了 主礦 主礦蹦出來 主礦 喔出來了 主礦沒有電池 主礦 逃亡啊 弓兵快逃 唉唷 這個劇本好像跟想像的不太一樣喔 等一下等一下 不好說 但是這個 狗好像打不太贏欸 因為兵器是蠻多的 喔喔這個限制 包 包住了 限制有能量 再戳一隻一化蟲 戳得很厲害 來這邊這邊 一化蟲好像不太夠了喔 夠不夠喔 再甩再甩再甩 再甩 剩三隻後蟲啊 啊大可 欸 欸 這邊怎麼還有第一次 來工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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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拉出來一起 欸 幹吧 把隻包打到 把隻包打到回去 把隻包打到回去 哇他要A這個工兵 這個A的贏嗎 回家吧 喔這邊 雖然是死了11隻工兵啊 但是 這個無所謂喔 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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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虛空虛空 虛空掉了 哇 後面還沒一化蟲 後面還沒一化蟲 好像沒有喔 蟲洞是空的 回去回去 再從正面出來 哈哈 但是這個正面是 看他正面出來 打爆了什麼東西 你有看到嗎 他剛剛正面出來 打爆了一個東西喔 哇 這個這邊 哇 這個這邊電池兩顆 而且這個建築學是不是卡死啊 等一下 主礦還能不能再開一個洞 主礦 這身後蟲欸 現在大可可以開始不容易 我覺得 他只要 繼續 繼續想辦法 你看 咚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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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去啦 中了 正面 正面壓力很大 休泰是不是沒有發現啊 他還在砍這個 他有發現 他有發現 他有發現嗎 只要開起來就結束囉 啊 太晚發現了 完蛋了 出來了 其實只要 休泰你找到這個主堡掉了 就結束了 因為最主要是 衝組有三基地啊 欸 後蟲 哇 後蟲 出來 好 出來了 空一下 空一下 一花蟲好像不太夠 狂戰士卡在前面了 卡起來 再回去 再回洞裡面 不要送 正面再出來 正面再出來 正面 完蛋 都撲到臉上了 過分 大可現在家裡 在補農民 再開洞 這次休泰是有分兵的喔 看起來 大可是準備要轉兵的啦 但是 目前 以經濟來說 休泰這邊還是好一點 但我覺得 以局勢上來講 我覺得大可剛剛要是 也可以啊 從現在開始補空兵 我覺得局勢上來講 還是對大可有優勢的 因為大可 三基地已經好 然後休泰後 後續是完全沒有一點科技的 他只有一個VS線 然後他是沒有VC也沒有VR 他這邊 而且你看 重點他出不了門 他只要你一出門 大可就在你家附近 開衝動 對 這邊大可早在家裡 SD 一直按 一直按 點掉健常防衝 有點掉嗎 而且你看 他 他現在門口 都是 都是重胎 都是視野 然後 三礦 還開不了 進來 這個教室殺兩隻 三隻 三隻 哇 天啊 還開不了礦 想要下去開礦 還被這個狗咬掉 我的天 這邊再加速一攻 補了三個兵 看起來 休泰要直接打一波了 大可這邊 我覺得他補到大概50隻 50至55隻攻兵以後 一直按蟑螂 一戰蟑螂 這場 這場對大哥來說 優勢是相當的大的 這時候神族是不是可以開眼了 他現在 他現在就想辦法先演得自己很像 要打一波 然後那個攻防一直加速 那個一攻一直加速 他現在好像已經出來了 可是他又放那個 家裡又放物逛一會 所以應該是 所以他還是要想辦法三開吧 想辦法三開以後再往 可能打一個一攻 或是二攻的timing 大可已經有18隻攻兵了 還在按蟑螂 三隻地開 這邊還有一種情況 大可這邊再去忙一波 然後把自己的兵送 送光 對 我覺得有機會 因為 大可現在目前看起來就是 因為他到現在連攻防都沒有停 對 他沒有攻防 其實也沒有後續的科技 所以代表 如果他這個蟑螂再繼續壓下去 然後休泰這邊 就換 變成他 變成他龜 然後不要出門 然後他的一攻好之後二攻一直加速 打一個二攻的timing 我覺得應該蠻有機會的 嘖 而且休泰很聰明啊 他這邊在按先知 好 剛才從頭放下去了 大概是比較正常一點 這邊 是要再轉擺身嗎 對 應該是還是擺身 衝衝擺身吧 再開個洞 給你壓力 先知來戳 休泰先知第二台也還在按 所以他這邊看到 他其實先知又開始去了 喔 他是不是想 喔 他想 他想 他想戳一下大可的農民吧 喔 這邊繞了三隻蟑螂 還可以 殺攻兵 我還讓你用了一發recall 再點 點了四隻工兵 好 跑路 擺身 16隻 又是16隻 罩了起來 喔這邊有戳到工兵 還可以喔 再戳再戳 再戳再戳 女王過來支援 欸欸欸 二礦也沒包子塔 再戳再戳 再戳 又來一隻先知 戳了11隻 三礦是不是也沒有啊 戳起來 三礦也沒有 哇戳了很多啊 這16隻 好 重點是這擺身 擺身 這波壓制要來了 這波正面 這個蟑螂 這張地圖 最主要還是要注意一下中間這個環球 對這個環球 這個環球 你如果一個比較有心走在中間 走進去 欸欸 但看到你的兵過來 我的兵可以直接去生基地打 而且最主要是 他recall 他recall用掉了 來來來 下面分下來 來不來得及 這邊在變 劫尾獸 欸欸 蟲洞開不開起來 布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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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點點洞 還可以還可以 蹦掉了 蹦掉了 再開個洞 洞要開哪裡 洞要開哪裡 Dark 再開上面 開下面 好 修太這場拖落石匠還可以喔 但Dark 這把有點隱憂 是他還沒開始提攻防 洞開起來了 擺身出來 小裝置放 放 拉走拉走 拉走拉走 拉走 再往後退 Dark後面的小裝置 我覺得放得有點太早了 但是好像還可以 然後上面的洞 再同時開啟 還可以 三隻先隻開始戳 戳這個九尾獸 欸那個火 flood 修太守得還可以有 也主要是這邊 電池已經好了 然後白球白球也出來了 所以這波其實沒有裝 而且這先隻還在戳截尾獸 重動重動 蹦不出來 這邊Dark 現在超級尷尬 因為他最大問題還是 他完全沒攻防 對他沒攻防 所以他變成說 他一定要想辦法 一波打死 是不是要連女王都出來 他後裝是不是也要出門拉 還行吧 好 再走 再走 小心小心 不能送兵 好 再出來了 來 這一波正面 再放 正面直接硬放嗎 但是這裡有電池跟白球 這一波大個搭配小松子的一波進攻 電池夠不夠 電池有幾顆 電池有兩顆 來 跳下來 白球頂前面 小松子好像降得不是特別好 而且 修太太這邊人靜 是有持續在操作的喔 對 好像沒有換到太多的東西 修太太這波又扛住了 修太耳工好了 先知再來戳這個結尾獸 戳下去 戳下去 再戳 再一隻 再一隻 上面的蟲洞好像也被解決掉了嗎 看起來好像是沒有開起來 喔 大可這場 真的有機會下去啊 最主要還是這個工坊烈士差太多啦 對 如果等一下 大可安了十一隻蟲 如果等一下他這邊 那個有一波擺身再沒有飄好 然後修太太現在 這邊正面要頂過去了 這個二攻 二攻很兇啊 重組一攻還沒好 而且這邊剛好抓到 有沒有擺身小松子 這邊剛好抓到大可這邊在轉刺蛇喔 對 對 不要身追不要身追要被隔 小松子 這後面很多小松子啊 往後拉往後拉 人之過來幫忙戳 後面刺蛇出來了 小松子沒了 往前追 這刺蛇還沒有提速的啊 走得特別慢 這波壓力很大 修太太二攻 二攻這波timing 重組還有十秒一攻才會好 這邊我們在等小松子 小松子的CD 分一波冰池打 重組三框 冰你下來 這邊小松子的CD又好 好了小松子的CD好了 往後拉 往後拉 而且 大可空的還可以 他分了一波小松子 解決三框的白球 白球狂戰四喔 這邊往後拉 冷靜不能掉 哇我覺得大可守得很好欸 他這邊拖死 其實都拖得很好欸 然後就是 再加上他那個 旁邊那邊原本有被修太太分一波 去砍那個三框 對 其實他守得也很好 他第一時間連小松子都有去分 對 這邊局勢上來說 我覺得 修太太還是優勢的 但是 但是 大可隨時 還是有可能利用這個百生蟲 他只要 打掉一個框 還是有可能 還是有可能翻版 而且 這邊大可在轉這個 那個蹲底手了 喔 百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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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邊 這邊修太很多部隊在這裡 好 這邊兵裡放掉 然後全部拉走 後面再變 蹲地獸了 小松子再來 最後一波進攻 這波 這波不能 欸 修太有點操作失誤 送了兩顆白球 上面的洞要不要再開 來 這邊修太有沒有感覺到對面那種 蹲地獸呢 我覺得 好像 紅一波臨近要進家 來這邊 刷一波狂安寺 但是 大可家裡 喔 很多王蟲 很多王蟲 兵應該刷進去了 其實我覺得剛剛有點可惜 因為剛剛其實修太太在壓那一波 他家裡三攻 沒有繼續按 如果三攻我繼續按 我覺得 等一下給大可壓力會更大 嗯 這波一波雙線 欸 欸 一隻迷路的不朽 遇到十六隻擺身 唉唷 全部降下來 不要 有空有空 好 正面有盾力獸 守住了 正面守住了 欸欸欸 他要硬襯嗎 欸欸欸 修太修太 修太沒空 哇 三攻也掉了 局勢翻過來了 局勢又翻過來了 好啊 這邊其實 修太太剛剛在打的 中間在打的那幾波 雖然是看起來是有機會啦 因為在他 在他的視角裡面看起來 應該是他那一波 就要直接把遊戲結束掉 對 但是其實他後面 其實應該是有 多餘的東西 可以去讓他提升 再稍微提升一下 自己的可惜打的 沒有我覺得有一個重點 我覺得他沒有想到 大可轉了蹲力收出來 然後他這一波想要去硬頂 然後多被戳了幾下 對 然後加上正面 那個擺身 擺身把自己三攻點掉 給那波壓力 讓修太太那波出現了失誤 我們看部隊 那個部隊人口其實 差了很多啊 一百一百 大可是將近一百五十的人口 部隊人口 在打修太太八十四喔 現在只能靠 現在那個神族這邊要靠 靠這個臨近 拖時間的 還有神奇的閃電 我看他那個閃電應該是提好 看這個 擺身 他主框 擺身擺身 飄的 飄的沒有很好 他提早掉下來了 來來這邊 過來 點東西 點 有閃電 正面正面好像下面有一波部隊 下面一波的OB沒帶到 敵手 開戳 但是主要還是 欸 人禁該不會掉了吧 喔 掉了 掉了重出就可以無壓力的一直往前A囉 那這樣這個局面 我還是要看那個啦 大可的正面的操作 因為畢竟這裡有閃電 所以這個部隊其實還是 我覺得大可要做的應該想辦法 跨到這個惡礦 惡礦點上 欸 這邊 蹲定獸 喔喔喔 砍上去 應該想辦法把蹲定獸 架到一個就是 神豬出 神豬走不了的位置 喔 百神豬降了下來 3GD 掉了 再秒一次 可以 其實我覺得他現在這個重頭 應該嘗試的往神豬的主框開過去 對 就是惡礦 惡礦跟主框口那邊 這邊 又來做一波進攻 喔喔喔喔 看能把這個 重頭基地 拉退吧 上面分了一點狂彈性 欸欸欸欸 欸 正面是這樣子打的嗎 喔 槍已經掉了 感覺剛剛那邊 還是有被戳到 是不是有被戳掉一點電兵啊 嗯 應該是有 欸 喔 這個鄰近還沒掉 鄰近還沒掉 喔 一個 小動作的包夾 喔 這邊 直接去進攻四基地 四孔飛 這邊 不朽 不朽 沒有反應 喔 有閃電 有閃電 喔 散一下 還行還行 這一波 這一波小松是守得還可以喔 最大的問題還是 修塔的經濟其實 沒有想像中那麼好 其實還有一個問題啊 是他的三攻 一直沒有去提 喔 對 他如果剛剛 像我說他剛剛壓中間二攻那一波 壓出去的時候 三攻是有繼續按的 其實這裡我感覺應該會 豪打很多 這一波 蹲地獸在買 修塔應該不敢 不敢亂衝喔 喔 這邊還有分蹲地獸跟爆炸好想做防守 他終於開了一個洞在主框 修塔有沒有反應有沒有感覺 就是這個洞 這個洞一旦開出來 喔 有有有感覺 有有有有有 但是好像開得起來 不應該蹦得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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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出來了要出來了 出來了出來了 欸 你不出來這怎麼會是 其實剛剛那邊 可以出得來的欸 應該是出得來的啊 他那邊一出來 遊戲應該就結束了 好 兩邊都在雙線抗壓 Dark喔 我覺得Dark不一定會贏喔 因為主要是 這個這邊白球 跟他的閃電其實很多 升族的正面部隊其實已經成型了 喔 這邊再開個衝動道 修塔惡礦 這一次應該 喔 有有有 辣辣公正式 可是應該來得及 這砍 應該砍得掉吧 欸 砍不掉 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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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應該不敢出來 他應該不會出來 那就是這個正面了 但是 啊 這蹲滴獸有夠多欸 這大概20隻蹲滴獸 這全部都是蹲滴獸欸 欸 那他的白身呢 白身應該還在 蟲洞裡面吧 哇 修塔惡把這個基地開起來 那這個基地開起來 又不好說啦 而且三弓這邊 三弓已經在提了 這個三弓 好了 而且如果現在修塔惡是有 因為他現在其實瓦斯有多 因為他現在其實瓦斯有多 他如果去放一個那個 劍隊導航台 然後出一顆 出一顆 對 出一顆聖武劍 他這個正面是不是就不會輸了 喔 對 欸 欸 哇 這邊又被抓到一個 突破進攻的角度 好 把基地再點掉 好 這邊 終於 終於 終於找到一個地方 再放百真蟲了 有這個基地 欸 這個正面的東西 不敢衝髮 不敢衝髮 喔喔喔喔喔 這個天堂路 兩邊都很忙啊 但是剛剛這一波 這一波明顯 欸 這邊 家裡又要再開起來 不過這一波交換下來明顯是 Duck這邊賺的比較多東西啊 這邊修塔人口是直接往下掉 修塔的經濟其實已經跟不上 欸 開了 開了 有沒有東西出來 有沒有東西出來 他出來已經都是百真蟲 我跟你講 神族現在 其實兩邊都很窮啊 都只有37農而已喔 很忙啊 快點吧 喔 這難道是一個深冬即溪 知道 這邊Duck的想法就是 主況其實還好 他想辦法把一個全部的基地都掉 欸 埋下去 哇 這邊 農民都在這裡 喔喔喔喔 很兇很兇 洗了一波農 然後再把基地點掉 修塔人上面一次開了兩片礦 正面 但正面打不進去 修塔人這邊擠了啦 他這個正面一定 這盾聽的時候太多了 這個正面一定要想辦法打 不然他再繼續拖下去 家裡的礦一定開不起來 重點是修塔人已經沒經濟了 但其實Duck的經濟也不好 他們兩個都剩這最後一波兵了 喔喔這個閃電電的其實還可以喔 現在修塔人是不是想要 用閃電慢慢的 去耗你部隊的血 有點難啊 你耗我的血對不對 我用 我用擺三隻換你的兵 無損換 有沒有 一波小叢又丟了下來 把這個主堡點掉 三公的小叢子 非常的厲害 這個DPS 點掉啦 但這邊還有一片礦是Duck沒有想到的 但主要是現在 shortime就是最後那一片 現在Duck就是什麼 這個 哈哈哈哈 我現在 泉水溝溝起來 有一種 我聞到一種Nova的味道 泉水溝溝起來 泉水溝溝起來 其實Duck現在就是一直用蟲洞 然後把百神運出去 然後去把你的礦換掉 然後再來就是 你沒 珍珠沒經濟之後 就會急著想要跟你打正面 但是這個正面 全部都是盾地獸 你根本進不去 他有八十八星蟲 現在修太有點絕望 很絕望 這邊發現了 要看到這個基地了 應該是等等就看到了 這邊 點掉 點掉 點掉這個蟲洞 點掉了 但是最主要還是 現在最大的問題 還是那個正面的 正面的那個盾地獸 沒有辦法解決 這邊是要轉 烈光球 烈光球嗎 但其實Duck已經 飛馬已經轉出來了 而且他其實 是有餘錢的 所以其實接下來 Duck可以插 插一堆有的沒有的東西 你根本 正面真的想打 根本進不去 都沒有開得起來 但其實往後拖 是對 Duck 我覺得是 不太妙的喔 看起來他是不是 有打算再跳大龍 有可能 這邊擺身 繼續拖時間 然後跳一波大龍 這小動作可以飛這麼遠的嗎 你跟我開玩笑 這樣還扭掉那幾滴會不會太強 好 這邊出來了 這邊終於來了 受不了了 你幹嘛 蹲迪說我回家了 蹲迪說怎麼回家了 你怎麼回家了 欸 這一波部隊 送在這邊是OK的嗎 欸 是不是抽了 是吧 閃電都抽光了 而且休泰過不來喔 過不來只有緩速力場的 我剛好看到休泰是不是 嘆了一口氣啊 他電兵咧 他電兵應該都沒了吧 不見了 電兵 這是不是看一下 單位列表 我們看一下電兵剩下幾隻喔 看起來是都沒有了 應該是都沒了 應該是都沒了 都被抽光了 這個正面沒有電兵 完全沒得打欸 對 真的沒得打 有兩顆烈光球正在罩啦 可是這兩顆頂多 好啦 大不了給你炸四隻盾地獸 他還有二十隻盾地獸 哈哈 你完全沒有辦法 這個電兵一定要 根本沒得打喔 而且他還有這個擺生的小蟲子 好像降得有點不升齁 算了 換建築 無所謂 往前埋 有沒有一把閃電 好可憐 哈哈 哇 白球拉過去 哇拉了四顆白球過來 裡面扛不住啦 扛不住啦 有兩顆盾地獸 兩顆烈光球 兩顆烈光球 GG 喔 這邊恭喜Dark 其實顯得贏 3比2打贏的show time 這一場 老實講 show time真的滿有機會的 對 滿有機會的 中間那一波啦 不過 也只能說Dark在那一波二攻打 就是二攻打零攻那一波 他其實扛壓其實 他扛得很好 對 因為正常來說 如果你那一波你操作不夠細膩的場景 理論上 理論上只要那個 神族引掉一波白神蟲 對 然後直接往前A 理論上應該是直接結束 對 那邊真的是 Zark那邊真的是扛得很好 然後再來就是show time他在打 就是那一波他覺得被拖這麼久的情況下 他其實家裡我覺得 他應該是可以早一點去做科技的轉型 對因為如果那邊他早一點 比如說三攻按下去好了 對 或者是放一個劍隊導航台 然後去出一台聖母劍 只要一台聖母劍出來 我覺得他有點太急著把比賽結束掉了 對 這一場真的是 老實講 這應該是show time要有機會 直接拿下來 對 這場老實說我覺得show time 是有相當大的機會拿下來的 對 不過這也代表著我們Duck 其實看起來是有機會 對 沒有主要是我覺得 我覺得他有一點 Duck在守那一波真的守得太好了 對 對 不管是你剛剛說的那一波 就是進攻三攻那一波 還有後面不是有一波 就是盾地之後那一波 對我覺得他都守得非常好 好 那我們這邊看一下現場的場面 我們這邊看一下現場的場面 我們這邊看一下現場的場面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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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know i didn't want to get the damage in the first game i know what i was doing i know what the new concept was like i know what i was doing i know what i could do so he says yeah on that first game i chose not to go nida swarm host and i'm not sure what went wrong maybe i played a little bit greedy maybe i just was caught off guard but you know as i went against him with ravager bane links i just wasn't able to get through and kill him so that even 但那些圖案不太好,我希望能够用了那些圖案 那些圖案的圖案,我可以把那些圖案拿出 那些圖案拿出的圖案,我必须要问一下 那些圖案拿出的圖案,你不太好看了 你能够拿出圖案拿出圖案? 在5的圖案,你能够用了几乎的圖案 但你能够用了帕王林的圖案 你心想要承受任何人的意义? 我相信我没有终于通过 我还是会继续说 我一直想要承试一下 但我受了很多危险 但是我感到不够的效果 我感到很严重的苦力 但是我却不得了 我败了一个幸福 所以,我跟说湯跟加弹的第一次攻击 我真的不确定是 我的加弹是成功的一种方式 但是我最最最好的做到 而當第四個遊戲 他就是尊重選手 他最近贏了一切 他都比拼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